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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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來到小雨老師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公主貝兒 首先拿出一半的皮膚色黏土 那在用皮膚色黏土之前 記得將你的手洗乾淨 不然公主的臉會髒髒的喔 再來我們按摩過後 將黏土放在手掌的地方搓圓 接下來直接壓扁它 你可以放在手上壓扁 或是放在脖子上 用手掌的正中間壓扁 千萬不能用你的手指頭 不然會凹凹凸凸的 好 壓扁它之後 我們再拿出一點點的脖子 接下來還有兩隻手手 那這兩隻手手記得要一樣大 分成兩塊 那我們的脖子按摩過後搓圓 再來推長長 好 先放旁邊 再來兩隻手手搓圓圓 洗洗手搓長長 那這個長長不需要太長 大概是小扭扭的一半就可以了 拿出一點點皮膚色 一點點就好 我們要當公主的鼻子 那這個鼻子你可以搓圓圓 或是你想要讓公主的鼻子是長長的 我們就搓一點點長長 那我們要在鼻子上面沾白膠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工具 在正中間的地方點一下 我們先把鼻子貼上去 再來小心的把頭拿起來 拿出小孩老師傅的工具 我們要蓋它的嘴巴 記得彎彎的槽上面 我們蓋在鼻子的下面這地方 輕輕的壓一下就好 請不要壓太深喔 我們將脖子在上面的地方 輕壓一下 我們要沾上白膠 這個地方是要壓在頭的下面 把它放上去 好 那就先不要動它 再來拿出兩塊一樣的黑色 我們要來做眼睛 按摩過後 在手手上面搓圓 輕輕的壓一下 那我們在鼻子的上面 一點點的旁邊點 一點點白膠 那我們放上去 再來我們取出一點點的白色 我們貼上眼白 拿出一點點的粉紅色 我們搓圓 壓扁它 再來臉頰的部分 沾上一點點白膠 貼上去腮紅 用手手輕壓一下 我們的眉毛等它乾之後 就可以用黑筆畫上去 那現在先將手手做成一點點彎彎的 等一下 等它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黏上去衣服的上面 再來我們要做貝爾的頭髮 請將咖啡色拿出來 分成兩個等份 其中一份收起來 再來 請將這一塊咖啡色分成兩個等份 那我們其中的一塊 請再分成三等份 一 二 三 那我們現在有四塊咖啡色了 請將大塊這一塊拿出來 按摩過後 我們在手上搓圓 那洗一下手搓一點點長長就好了 那我們放在桌子上 壓扁它 請用手掌的正中間壓扁 那我們這個圖可以壓很扁喔 拿出剛剛做好的臉 那我們將你的臉放在頭髮的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可以讓脖子是沒有跑出去的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輕輕的把咖啡色拿起來 那我們用你的手手往旁邊包起來 好 那我們 可以自己決定它要的形狀 再來我們要做貝爾公主的瀏海 我們先拿出兩塊黏土 再來按摩過後 拿在手上搓圓 洗洗手搓長長 請都用手掌正中間的部分搓喔 再來我們因為太長了對不對 我們放在桌子上 拿出你的兩隻手手 我們要這樣往前往後搓它 都用這個地方 它這樣才不會斷掉好 邊搓的時候我們往旁邊拉長 那請注意如果黏土快要斷掉的地方 就不要再搓它了 我們搓這個胖胖的地方 好讓它平均的變長 那我們如果斷掉也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接起來就好了 好那我們要對摺它 接下來再對摺 我們現在有四條 四條的那個線線了對不對 再來我們要旋轉它 變成一個辯子的樣子 那我們輕輕的把頭拿起來 先把這一邊黏上去 先把這一邊黏上去 黏的時候你可以這樣讓它有點彎彎的 好確定後面不會跑出來就可以了 再來第二塊也是 搓圓 我們 那我們一樣 用白膠沾一點點在頭髮的邊緣 我們把瀏海放上去 那你的瀏海放的時候可以讓它轉一下圈圈 這樣會比較生動喔 那也可以讓它往後面 或是放下來都可以 那確定這邊是不會跑出來的 把它整理好 最後一個咖啡色是貝爾的包包頭 我們將它按摩之後 搓圓 洗洗手 搓長長 接下來請對摺它 再來再往上對摺 我們要看到四條線線都跑出來 再來我們直接從上面往下面 那不用全部直接對要跑出後面跟前面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壓一下 你也可以讓它這樣中間有個洞洞 這樣會有包包頭的感覺 再來拿出白膠 再來拿出白膠 在後面的地方沾白膠 放上去等它乾 再來拿出黃色的一半 我們將這塊黏塗按摩 用力的搓圓它 接下來我們要做水滴的形狀 接下來我們要做水滴的形狀 請做這個動作 像蓬水一樣 然後我們要在下面搓尖尖的 請像這樣斜斜的推它 推完之後下面就會變成尖尖的 那如果這個不會的話 沒關係我們再一次搓圓 我們上次有教過用手指頭在後面的地方 推推它 這樣這裡也是會變尖尖的 那我們再用你的手掌順一下它 這樣也是尖尖的跟圓圓的 那我們放在桌子上 用手掌的部分壓扁它 那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是要連接身體的跟脖子 我們要用手掌把它壓扁扁 這樣就一個蓬蓬裙的感覺 再來 取出一小塊黃色 我們要做裙子上面的短袋 分成兩塊 搓圓之後洗洗手搓長長 那要多長呢 我們比一下裙子的長度 可以黏上去打勾勾位置 太短的話再搓一點長 下一個也是 確定長度可以了之後 我們沾白膠 在中間上面一點的地方 還有最下面這個地方 幫它從旁邊然後慢慢的放上去 下面也是喔 旁邊也可以 太長的話我們把它往後面包過去 接下來請拿出你的刀子工具 或是你的牙線棒 都可以 再來我們刀子要拿這樣 從下面往上面 我們要畫它裙子的皺紋 輕輕的從上面 往上面 畫過去 那它的 這個線線的地方就會往上跑 再來第二條 第三條 第三條 第四條 把它往上推 斷掉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它接回來 那我們就完成我們的裙子了 那我們要將公主 把它的裙子穿上去 拿出白膠 在脖子的最下面 沾一點點 再來把裙子拿起來 露出一點點的脖子 那我們輕輕的壓一下 再來 拿出你的手手 那我們的手手要放在 邊邊的這個地方 放上去 另外一邊 一樣放上去 那我們的手手 記得要打開 因為等一下還有一朵花花要放 接下來拿出一點點的黃色 我們要做公主的領子 搓長長 那我們先比一下你的位置 確定好這個領子黑了之後 我們請纏白膠 我們請纏白膠 然後黏上去 你可以讓它有一個M的形狀 好 再來拿出一點點的黃色 我們要做公主頭髮上面的髮帶 出長長之後 在頭髮的交接處這邊 摘一點點的白膠 然後我們放上去 沒有包到最後面沒有關係 像這樣 接下來拿出一半的紅色 我們將它按摩 搓圓 洗洗手搓長 那這個長度大概是手手的寬度 再來我們放在桌子上 壓扁它 越扁越好喔 因為我們的玫瑰花的花瓣 是很薄的 接下來我們也可以拿在桌子上 或是放在手上 我們要捲起它 先將花瓣的最前面 先摺一點點起來 再來我們用你的手指頭 輕輕的 壓著最下面的地方 我們把它慢慢的捲 捲捲捲 捲完之後我們的玫瑰花就完成囉 再來我們可以將你做好的玫瑰花 放到貝爾的手上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要放幾朵玫瑰花 那要放玫瑰花的地方 我們先沾白膠 我們把玫瑰花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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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拿出 材料包裡面的磁鐵 那磁鐵的中間有一個圓圈圈 我們要在磁鐵的上面 點一下白膠 好 記得是有圓圈圈的這一面 因為另外一面才是可以吸到有鐵的上面 再來拿出你的貝爾 小心的翻過來 再來我們可以放上面一點點 因為這樣才不會頭重腳輕 那我們放在頭上的部分 輕輕把它壓一下 反過來之後 就先不要再拿起來囉 等它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吸到冰箱上面 或是門上面囉 臉好吃鐵後 我們如果要畫上它的眉毛 請確定臉已經乾了之後 我們拿出我們這種細細的奇異筆 或是用黑筆都可以 那將你的臉 小心的拿起來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眉毛 那如果不要眉毛也可以 那我們會小心的 把它畫上它的眉毛 那我們今天的貝爾公主就完成囉 喜歡小孩老師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